之前因为22K梁小花事件 引发正义的群创上午 在交大举行了 暑期实习生的海选 薪资当然再度成了焦点 梁小花事件后 群创海选真才 第一届暑期实习生计划 报名人数300人 只有30人有机会脱颖而出 自己只要做出努力 应该公司都不会对自己太差 还是要以自己的价值为 主要努力目标 而不是一直argue说 其实是不够高 就怕22K增益影响学生就职医院 群创公布薪资水准 实习生薪水27,000 一旦表现良好 晋升正式员工 学士37,000起跳 硕士至少46,000 起薪就是大概在27,000 一个硕士属于实习生 那进来之后 如果成为我们未来 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培养的人才 那我们会再跟他签订这个奖学金 所需要的人才 就会请他到这个职业局工作以后 毕业后 那这样子这个会 线路差就会缩短 台湾启动实习计划 与1600家企业 以及人力银行合作 将每隔1500个实习只缺 记者黄志昌 潘丽永新竹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